美好的旅行向天堂 糟糕的旅遊世界帳 大家好 歡迎收聽 宵夜帳旅行團 我是各位的隨團領隊 Brian 時間過得很快 今天已經是5月22號了 距離上一次上架節目 已經差不多是三個星期前的事情了 那為什麼是要拖了這麼久 又是一次的隔了三個禮拜才發節目呢 當然這邊 除了自己懶惰的原因之外 這邊也要跟大家稍微的說明一下 其實從韓國回來之後一直都在忙碌的狀態 原因是因為韓國回來之後 除了要交團啊 所以一些事情之外 還要安排後面的一些 還有兩團的事項 包含這一團的泰國 還有下一團的日本 這些事項 再加上我開始去忙了一些旅行社的東西 比如說要上台北去開說明會 要去交接 要幫別人開說明會 還有在準備一些要準備離開現在這份工作的一些前置的準備工作跟交接 所以實際上呢這個工作來說是有一點忙碌的 那原本想說上個禮拜是不是在可以有機會發個節目 但是除了忙完之後呢 要在團上發節目 我真的認真的覺得這件事情啊 真的是有一點困難 我覺得如果在帶團的時間呢 去發一些可能現實動態啊 或者是說一些短影片 甚至是在YouTube上面錄一些Vlog的東西 可能都還比做Podcast來的簡單 當然如果Podcast的內容 如果都是一些像這樣子的閒聊啊 或者是一些可能complain 或者是cowper的一些內容的話 可能都沒問題 但如果要講一些比較有知識性的內容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這部分呢 就可能要請大家稍微多多見諒一下 那麼其實呢 今天各位所聽到的這一集節目啊 也是我在5月19號的時候預先錄的 原因是因為本來我這一天 我現在這個時刻 9月15號 其實也是蠻忙的 我也是上台北交接 因為我在隔天 也就是5月20號的時候呢 就要帶團出發去希臘 所以我原本也想說比較有點忙呢 就可能又不要錄音 然後可能會偷懶拖一集 可是呢 我現在想到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現在再拖一集的話 我有可能就是 因為去希臘我要去兩個禮拜 所以有可能我會將近 可能有一個半月的時間 暫時都可能不會上架節目 所以我覺得為了讓大家不要這麼久的都沒有聽到我的聲音 有一點自戀 好 但是呢 我覺得也要保持一定的這個進度啦 所以我覺得還是今天錄一集節目跟大家聊一下天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其實啊就是在這一次呢 我除了從韓國回來呢 其實我也剛從泰國回來 所以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一次員工旅遊的第二團啊 我自己帶的第二團啊 是所有員工旅遊裡面的第三團 要去泰國跟曼谷跟華興五天的行程 所以今天呢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五天的行程跟一些內容還有想法 那說到這一次的泰國行程啊 其實還蠻奇妙的 為什麼說奇妙呢 是因為啊 其實我有列三四個泰國的行程給我們的老闆 但是呢 通常第一次去泰國的人 大概比較有可能會選擇的會是曼谷加上帕塔亞的行程 但是我們老闆卻選擇了這個泰國的曼谷跟華興 原因也很有趣 是因為呢 他說他的老婆 也就是我們的老闆娘呢 有一次去泰國的時候呢 因為就是去帕塔亞然後去玩水的行程 可能他去的是一些比較 一般普通normal的行程 他覺得那些海水跟玩水的地方都 不太乾淨然後很髒亂這樣子 所以他覺得他印象不太好 所以他認為如果要去泰國呢 就不要去帕塔亞那種地方 去別的地方好了 那所以呢 他就選擇了這個不用下水不用玩水的曼谷加華興 但是好笑的一點 就是我覺得比較特別有趣的一點是呢 我本來以為他這樣講是因為老闆可能要帶老闆娘去泰國 結果最後他們兩個根本也沒有選泰國啊 他們兩個是選了那個 第二團的去日本也就是5月26號出去的那一團 所以呢就變成大家即便是第一次去泰國的員工同仁們呢 就沒有辦法去到帕塔亞這種夜生活比較熱鬧的地方 但是也不是說華興不好 純粹就是兩個不同的方向 帕塔亞是屬於那種夜生活啊 那個步行街啊什麼那種比較熱鬧的地方 然後會玩玩水啊什麼香蕉船那些比較常見的東西 那華興是比較後來晚一點疫情錢財比較熱門的一些行程 那去那邊就是一個放鬆然後也懷舊的感覺 但是呢 雖然是這樣講蠻多的同仁是選擇泰國這個行程的 畢竟相對於少少的15個人的那個韓國來說呢 泰國這一次呢總共 我不算的話就有已經有35個人 那因為曼谷到華興本身呢就是有一點點車程 相對於東南亞來說的話兩個多小時的車程算是稍微有點長的 那35個人如果坐一台車呢不是不能坐 但是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這樣子坐起來會比較擁擠一點 所以呢我就私心呢把這個團體呢拆成兩部車 一部19個人一部15個人 所以呢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必須要額外的再有一個領隊 大家猜猜看我找誰來當我的另外一團的領隊呢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因為如果大家有稍微的認真的觀察到我的現實動態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有另外一個Podcaster 旅遊Podcaster的現實動態也發在泰國 有沒有人知道呢 沒錯就是Libekido的維尼 哈哈這次呢我就找了這個維尼來幫我帶這另外一團的行程 因為這樣子大家可以出去呢 團上有個伴也比較好玩也比較有趣一點 再加上呢其實我東南亞可能沒有維尼那麼熟 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團上有維尼幫忙去一起帶這個團的話 我也比較放心 所以這一次呢這個泰國曼谷華興的這個團呢 是由我自己還有維尼一起來去跟我帶這一團的 好那這一團呢 泰國行程呢我們一樣是搭乘長龍航空的搬機 不過呢搬機時間有調整 原本的設定時間呢是8點半 但後來好像在4月底5月份的時候呢 長龍航空把這個BR67的搬機 從8點半提前到了7點40分 那所以呢我們又要更早的從台中可能3點多 就要出門一樣趕到桃園機場 然後辦理check-in的手續 但是跟韓國團稍微有一點不一樣的狀況是呢 這一次長龍航空有可能也許因為早高峰時間 團體比較多人手比較吃緊 所以他告訴我們說要帶著團體呢 去自助辦理托運行李的這個工作 那不過大家如果你也遇到的話不用太擔心 就只要走到機器前呢 你的領隊或者是當場現場的那個 力情人員呢都會協助你 那他的這個動作呢也很簡單 就是呢他會有很多很像行李儲藏箱的地方 然後呢你把你的行李放上去橫躺的 放上去那個箱子的位置之後呢 他就會確認你的行李說有沒有一些違禁品啊 一些不該放在裡面的東西 比如說行動電源 沒有問題之後呢確認之後就掃瞄你的行李條 掃瞄行李條之後確認你的航班資訊 你的名字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之後呢他就會把你的行李條列印出來 那個行李條呢本身就是有黏性的 所以你只要把行李條穿過你的行李把手 對折起來之後他就黏好了 然後沒有問題之後呢機器就會蓋起來 蓋起來之後呢就會幫你列印出你的行李收據 那這個行李收據呢你就要收好 就跟原本人工check in的時候 掛行李的時候黏在你的登機身後面那個東西一樣 如果你的行李有問題或是有遺失的時候呢 就要靠那個收據去尋找你的行李 然後最重要的一個動作呢拿到行李收據之後 收好之後要到這個後面看那個螢幕 確定你的行李有過這個X光機之後呢 你才可以離開 不然萬一有什麼東西的話要叫你拿出來人又已經進去了 就會很麻煩 好那麼呢 這一次呢就是我們大家都算是很順利啦 因為其實在台灣嘛 你大概也不太會遇到真的很麻煩的事情 畢竟那些資訊面板什麼的都是寫中文地 現場也有人協助你 然後就大家很順利去check in 然後我們就一路搭飛機到了這個泰國 那其實呢在現在的泰國呢 還是一樣需要紙本簽證 當然如果你沒有紙本簽證的話呢 你也可以到那邊去辦落地簽 但是因為畢竟我們是團體 所以呢這件事情如果落地簽要臨時去辦的話呢 會拖慢團體的時間 所以一般還是會讓大家事先先辦 那簽證費用呢 實際上如果你可以自己去辦 大概要1200塊左右 如果請旅行社帶辦的話 大概會是在1400到1600塊左右 所以現在還是需要付費的簽證 不是有一些國家的電子簽就可以了 好然後呢這次到泰國呢 現在也沒有在管這個 你有沒有打三技 或者是有沒有帶小黃卡 這些都不需要了 那我們這次入境呢也非常的順利 然後人雖然有一點點點點的多 但是也沒有拖很久 我們大概只花了一個鐘頭多一點點 就拿到行李準備要入境泰國 要開始出去玩了 那因為班機提早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抵達在 那個時間是直接去吃中飯是剛剛好的 所以我們就一行人 然後上了兩部巴士分成兩台車 然後就去到餐廳 然後用餐 那大家也知道嘛 來到泰國免不了的人呢 就是會吃到一些比較南洋風味的東西 就是一些會辣的咖哩海鮮啊 然後會吃到一些可能東應公啊 就是那個泰式酸辣湯啊 還有可能一些蝦丘啊 海鮮啊等等之類的 那有的人吃的習慣 有人吃不習慣 但是這也是一種體驗嘛 然後吃完飯之後呢 我們第一天的行程呢 就是去這個恰圖恰 恰圖恰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市集 這個市集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早以前就有的這個市集 然後它一直擴增一直擴增 有室外區有這個辦室內區域 那這個地方呢 非常非常的多的這個攤販 據導遊的說法呢 這個攤販大概喔 非正式的統計可能有一萬多家 所以它的範圍其實非常非常大 所以呢 大家就是在這邊可能有兩 差不多三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大家自由的逛街 我們這一次的行程有非常非常多的市集 等一下後面再慢慢講給大家聽 所以呢 第一個行程就是這個恰圖恰的市集 那其實呢 很多人好奇來到泰國呢 需不需要先換錢 大家可能如果上網查一下 你就會發現啊 在台灣如果你要拿台幣去換泰銖啊 這個匯率其實不太好 而且其實可以換到泰銖的這個銀行不太多 除了台灣銀行之外呢 匯率比較好的可能會是一個叫做盤古銀行的 但是這個盤古銀行的據點有點少 所以其實大家現在如果要去泰國的話 也不用太過擔心 你甚至不用在台灣先換錢 你可以直接帶著台幣 當然你有已經存在的 已經留下來的舊的那些美金或歐元 什麼也都可以 或者是其他的外幣 直接帶著他到曼谷當地去換錢 除了機場裡面有得換之外呢 像是你在很多的市集啊 都可以找到一些換錢鎖 那如果大家有去到這個洽圖洽市集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旁邊的一個商場叫做JJ Mall 那裡面呢也有換錢的地方 我這一次去的時候 匯率大概是1比1.04 也就是說如果你拿1000塊台幣的話 大概可以換到1040塊的泰銖 所以基本上泰銖跟台幣一直都是差不多這個比值 大概可以說是1比1這個樣子 但是呢因為泰國的物價相對於台灣來說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你會覺得錢用起來比較好用一點 那這一次呢 再像譬如說我在恰圖恰有看到一件蠻可愛的衣服 雖然我最後沒有買 但是他一件純棉的衣服大概也只要100塊 雖然有一些地方台灣可能也是找得到 但是我覺得他們那邊算是比較多 那恰圖恰這個地方其實分了好幾區啊 什麼ABCDEF這樣子分區 但是他的區域可能只是方便大家去找尋這個店的位置 或者是有如果東西要運送的話怎麼樣去找到這個店 他本身這個分區跟他賣什麼東西是沒有絕對關係的 所以比如說A啊B啊C啊D的地方 你都會看到可能賣涼鞋的賣衣服的這些東西 都散落在這些區域 也有賣家具家室或是一些藝術品的 通通都有也有賣吃的 那他也有室內的跟室外的部分 那他旁邊呢也有兩個商場 一個就是剛才講的那個JJ Mall 裡面本身也是一個有冷氣的商場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這個 像是寵物市集的這個商場 裡面賣很多很多寵物相關的東西 我覺得有點蠻驚訝的 所以呢這個大家呢 那就是這個地方逛了大概三個小時之久 那我當然自己是沒有逛那麼久啦 那我給我錄了一點影片 那如果大家有去關注這個IG的話 小禮商旅行團的IG的話 可能有看到這一段 那但是呢我自己逛街是沒有逛那麼久 因為其實我這一次呢 除了自己也是帶團之外呢 我還也是帶了自己的老婆啊 還有兩個小孩一起來 所以逛街沒有逛那麼久 所以我們很早就已經跑到那個 有冷氣的商場裡面去逛 那維尼呢也有介紹我們去喝那個當地的另外一個品牌的泰奶 因為很多人想到泰國的泰奶 第一個泰式奶茶想到的就是這個手錶 但是呢手錶呢不是每個地方都有 反而有另外一個品牌呢 它的這個鋪設的這個據點呢 比那個手錶還要多 就是一個叫做Amazon 亞馬遜 然後這個logo是亞馬遜的字樣跟一隻大嘴鳥 這家的泰奶呢 我覺得維尼推薦的這個飲料呢也還蠻不錯 只是它跟手錶的這個味道不太一樣 尤其是這個綠奶茶的部分 這個Amazon的綠奶茶口味比較像是抹茶的感覺 然後那個手錶的那個綠奶茶就比較像是茉莉綠茶加上奶茶 墨香奶綠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喜好不同啊 大家如果有到泰國的話都可以去嘗試一下 但是因為大家也都知道天氣很熱 而且我聽說三四月份的時候更熱 所以大家知道那個艾維斯52頻道那個Avis 他們還曾經遇到一個問題 一個狀況就是他們去買泰奶的時候 他們都放那個說沒有冰塊所以不能賣 而我們這次也有遇到 因為熱到大家都一直要狂喝飲料 但是冰塊不夠了 但是我運氣比較好我只遇過一次 然後就是去某一家手錶奶茶的時候 他櫃台的前面就擺了一個牌子說這個冰塊賣完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做生意了這樣子 我只遇到一次 那Avis最誇張的是他連去Seven想要買冰塊杯 再去加那個泰奶都也是一樣冰塊賣完 我就覺得這個真的蠻扯的 好 那個行程完了之後呢 這個逛街逛完之後晚上要去吃晚餐 而且晚餐完了之後呢 我們又再去逛夜市 是逛這個目前曼谷應該是最火熱的這個夜市 叫做喬德夜市 他前身好像是一個火什麼 拉叉打火車夜市 那個我真的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我很久以前才來過泰國都沒有印象了 但是呢這個夜市呢 應該算是我們這次來的逛的所有市集的夜市裡面呢 算是攤位最豐富的一個 因為他幾乎所有店家都是開的 然後大家可能很多人就會來這個地方 買一些比較特別的食物 比如說最近像是如果你有看一些YouTube的話 他大概就會介紹一些什麼火山排骨啦 然後我自己有拍一段影片是那個吃那個生 從水裡面撈起來那個生透抽小魷魚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生煙的海鮮啊 或者是有人想要去看正妹那邊 有一個賣水果的很漂亮的女生啊等等之類的 算是一個非常火熱的夜市 不過因為我們是吃飽所以才去的 所以這一次呢大家可能就吃的比較保守一點 不用花那麼多錢在吃 那主要這個夜市呢還是以吃東西的為主 那第一天我們的行程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早早回到飯店休息 因為大家很早起床所以很累了 所以我們就先回到飯店然後休息這樣 這邊呢要插一個題外話 就是這一次真的幸好也非常感謝 有維尼跟我一起來帶這一團 因為呢我們第一天晚上回到飯店之後 其實我蠻累的 真的從兩三點就起來這樣子 弄到一整天 所以我大概十點多上床睡覺 我就完全昏死到隔天早上了 但是這中間其實有發生了一個 一些團員的狀況 其中有一個非常非常扯 就是他們鎖上廁所之後 就是被鎖在裡面一個多小時 然後是一個很離奇的狀態 但是幸好有維尼幫我處理 因為我完全不行人事 我知道這件事已經是隔天早上的事情了 所以在這邊呢還是非常感謝這個 維尼呢跟我一起去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一個非常認真負責的領隊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被他帶到的話 我算是一個非常不錯 非常運氣很好的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好 那隔天呢我們就去到這個賽佛瑞野生動物園 那這個賽佛瑞野生動物園 他其實是一個私人的動物園 他並不是公立的 像那個什麼 泰國還有一些行山什麼綠山動物園 那個公立的感覺就稍微比較鳥一點 這個的話是還OK 那雖然他裡面有一些表演 像我們去看那個星星表演 我覺得是很普通 但是他後面去那個動物的這個棲息的場地呢 去繞一繞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我記得台灣的六福村也有 但現在還有沒有 我不是很確定 因為我還蠻久沒有去六福村了 大家就是由那個遊覽車開進去 或者是你也可以坐鐵龍車 但大家也知道天氣那麼熱 誰想要坐鐵龍車裡面跟烤箱一樣 然後他就是帶著你去那個開放的地區 去看那些生活在這裡的動物 比如說長頸鹿啊 河馬啊 水牛啊 然後獅子啊 還是這個一些鹿啊等等之類的 就是你可能會離他很近 那一般人呢也是可以開著自己的轎車進去 那只要買好票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天氣太熱了啦 我們又是坐遊覽車 所以其實動物都離你很遠 因為他在陰涼處休息 因為那個天氣真的太熱了 那個熱的程度大概就是 如果有人想要在那個獅子那區下車呢 那個獅子大概都不會想要過來咬你還是幹嘛的 你就知道大概有多熱了 所以這個行程結束了之後呢 我們就去一個比較清涼的地方 就是要去搭這個都督車遊漫谷 但是這個都督車遊漫谷的行程 我自己覺得是有一點比較簡單 因為他就是上了都督車 然後你本來以為他會開著慢慢的 然後轉那個大皇宮這樣子轉一圈 結果沒想到他像飆車一樣 啾就轉一圈然後就沒了 不過還好這邊也是比較熱的嘛 所以我們就上車 然後就去到這個21航站百貨 Termino 21這個地方 那Termino 21現在其實有兩間 一間是在比較市郊的地方 一間在比較市區的地方 那市區的是比較新 但是就維尼的說法 還有我自己逛起來的感覺呢 我也認同他的想法 就是這個Termino 21 實際上不是一個特別好逛 因為跟市集比起來的話 他就是一個百貨公司嘛 那他特別的地方呢 是他的每一層的廁所都非常有特色 如果大家來過台中逛過中油百貨 如果去過廁所的話你就會發現台中的中油百貨 廁所呢也是裝潢的非常漂亮 但是那個Termino 21的廁所呢 更誇張更有趣更特別 比如說呢 大概我們去的Termino 21新的那一間 大概有四五層樓吧 連B1算進去 那他的B1就是 就是這個西班牙 然後一樓是英國 二樓是義大利 三樓是法國 四樓是日本這樣子 每一層樓都有各自不同的風格 他的廁所的風格也不同 而且如果一層樓有兩個廁所的話 兩個廁所都是不同的裝修風格 比如說像是日本的話呢 他一邊就是溫泉 然後另外一邊的廁所呢 就是這個拉麵的這個風格 然後比如說裡面的洗手台的這個盆 臉盆就是一個麵的碗的樣子 所以非常的特別非常值得看 那如果呢你不知道我講的 那個像是這個什麼樣子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宵夜上旅行團的YouTube頻道 上面呢我有分享這個短影片呢 就是拍這幾個廁所的樣子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講到這邊呢 就請大家容我小小的打一下廣告 就是呢我在五月初的時候呢 有去把這個YouTube頻道給打開 所以呢我因為我認為說 之後開始帶團之後呢 在路上拍Vlog 或者是拍一些短影片的機率會越來越高 然後呢我也希望能夠藉由影片 因為畢竟旅遊的東西 我覺得用看的 會比用聽的呢 這個衝擊力或跟這個感受呢 會更強烈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YouTube頻道打開 那因為呢 暫時還沒有辦法在YouTube上面做直播 因為它有一個要求 是不是你訂閱數必須要超過1000人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話呢 能夠去消費上旅行團的YouTube頻道呢 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大家可以多多幫我分享 讓我看看可不可以開始在YouTube開直播 感謝各位打個岔 好那麼簡單的 去參觀完了Termino21的廁所之後呢 我們又到了晚餐時間了 大家都知道齁 跟著Brian出來大概就是吃飽睡睡飽吃 要不是逛完吃吃完逛 養豬的行程這樣子 好然後吃飽飯呢 我們又去逛了另外一個夜市 就是之前大家應該可能就來過泰國的 跟團行程的話你應該或是你自由行 也曾經來過這個亞洲夜市 Asia Tic 不過呢這一次呢來到泰國 覺得有一點小可惜的地方 雖然是意料之中 因為疫情慢慢的才趨緩沒多久 所以很多的市集啊夜市啊 或者是一些市場呢 他們都慢慢在復原當中 所以像是Asia Tic 或者是像後面的那個丹南沙朵 水上市場啊 都那些攤販都還沒有完全的恢復 所以像我這一次去亞洲夜市的時候呢 那個攤販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量而已吧 所以其實能逛的區域不太大 但是呢就是 算是來一個小小的體驗這樣子 可能如果你要看到疫情前那種盛況 也許還要再等個半年一年以上吧 當然我希望快一點啦 所以這一次在Asia Tic 就沒有那麼多的熱門的東西 或者是比較新奇的東西讓我們看 不過呢 這一次我們在Asia Tic 有遇到一個狀況 大家如果有出國玩 或者是尤其你去泰國的話 特別小心這件事情 就是呢我們的團員呢 有人在亞洲夜市門口的7-11 遇到那個外國人 不是泰國人喔 是像是中東臉孔的人 然後跟他們聊天 然後就問他說 你從哪裡來的啊 你們台灣喔 台灣的錢漲什麼樣子啊 或者是你身上有沒有什麼 哪裡呢 你們國家的錢啊 借我看一下 那10塊是怎麼樣啊 20塊怎麼樣啊 怎麼更大鈔 所以他中間可能會有一些用手法呢 把你的錢換走 或者是變成尾鈔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們的團員是沒有 錢是沒有問題 但是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而且他們這些有問題的都不是泰國當地人 所以如果大家有出國玩 或者是有請你去泰國的話 一定要特別小心 這邊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然後呢 再來就回到飯店休息了 隔天呢我們第三天呢 就是準備要去這個華星 不過呢早上呢 我們有兩個行程 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丹能沙朵歐式水上市場 那他呢就是一個用山板船呢 就坐著小船 然後去逛這個水上市場 那大家如果有去過帕塔亞的話 你會知道那邊可能有一個四方水上市場 這兩個市場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丹能沙朵呢 算是比較早的一個水上市場 可是呢 他並不是一個封閉的區域 所以他沒有辦法像四方水上市場一樣 讓你船坐一趟之後用走的回來 他全程都是要坐船的 那但是就像前面說的 他的攤販還沒有開 所以其實看起來很空 所以我們大概只有遊船這樣 轉一圈逛一下之後就走了 那走了之後呢 我們就去了這個報效鐵路市場 也就是美工鐵道市場 其實這個市集呢也很小 但是他的特色呢 就是因為他就是在火車軌道旁邊 有擺了兩邊的攤販 那平常火車沒來的時候 攤販會直接壓在這個鐵軌上面 但是呢 火車一來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迅速的把這個鐵軌 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場景 但是因為本身呢 他的攤販呢 就是一些當地的一些可能零食啦 吃的啦 或者一些那些海鮮等等的 不算是一個觀光客 特別會去逛很久的市集 不過呢 這邊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有去到這個市場的話呢 他們那邊旁邊現在賣的那個椰子啊 大概會是你在曼谷 現在可能遇到最便宜的這個椰子 一顆只要20塊 而且還是冰斗 所以如果有去到 這個美工鐵道市集的話呢 不妨可以花一點時間 花20塊呢 在那邊享受一顆 冰冰涼涼的又便宜的這個椰子這樣子 好 然後之後呢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呢 就結束之後就開始往華新出發了 但其實華新的行程啊 跟大家說華新算是一個 原本並沒有那麼熱鬧的地方 因為它本來是 泰國的皇室去 避暑 度假 休閒 放鬆 養老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相對於帕塔亞來說呢 沒有那麼熱鬧 沒有那麼多的活動 它是走一個休閒風 然後懷舊的感覺 所以在那邊的行程呢 去看看懷舊火車站啊 去看看呢這個 他們以前住的這個行宮啦 然後它這邊都是那種度假飯店 就讓你享受飯店設施 有點像是那種小木屋 有點像是Villa那種感覺 重點就是很悠閒的一種體驗 而並不是說像那個帕塔亞 就在晚上要去看秀 要去步行街逛街 要去玩水上活動 沒有 華新是另外一種 很freestyle的那種很chill的那種感覺這樣 但是有點小小可惜的就是我們這趟行程 只有在華新住一個晚上 而不是兩個晚上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這種chill啊 這種放鬆的感覺 有點像巴厘島那種Villa 這種放鬆resort 享受度假村的那種感覺呢 你可以華新排兩個晚上 這也是一種選擇 然後隔天呢 我們就從華新 回到曼谷那路上呢 我們有去坐這個小船 用船游這個梅南河 那個支流小小的這樣子 經過他們那個金色的大佛 很厲害 很高 得到高升的設立的所在地 然後我們有經過這個鎮王廟 然後晚上去吃一個這個 很不錯的這個泰式料理 吃完了之後呢 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回國前呢 一定要有這個購物行程 所以我們就去了這個中央百貨 Central Mall 還有這個 大家一定來到泰國補貨 一定會去的這個Big C 那個算是一個大潮石 然後大家在這邊瘋狂買 然後如果你喜歡逛百貨公司的話呢 Central Wall真的是一個 非常大間的百貨公司 然後門口也有這個Apple Store的 曼谷專賣店 那當然如果你奶茶還沒有喝夠的話呢 在Central Wall裡面呢 一樣也有這個手錶的奶茶 那在Central Wall呢 旁邊除了還有Big C之外呢 你也可以去看看這個四面佛 那如果你只是要簡單的看一看 或者是拜拜參觀一下 OK 但如果你想要許願的話 記得喔 跟四面佛許願的話呢 是一定要還願的 這個地方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這個四面佛是許願跟拜拜是怎麼拜的 當然如果你是觀光客家 看一看的話就OK 然後最後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一口氣讓大家逛了三個小時 大家還買的一油未盡 不過呢 也沒有辦法繼續多逛下去 因為這個商場差不多十點半左右就關門了 我們都已經逛到十點了 所以大家就打到回府 不過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飯店這次住在 五星飯店是住在很鬧區 所以旁邊也有很多的這個夜店啊 酒吧啊 居酒屋啊 還有一些逛的地方 所以那些年輕人可能 回國前一晚就出去嗨整個晚上 不過像我們這裡有年輕一點的 然後再加上帶著家庭的 所以就整理整理東西看看電視 然後就是弄一弄就準備休息了 然後隔天早上呢算是比較悠閒 因為我們的班機是下午三點 但是因為現在曼谷有的時候 會遇到現場在機場狀況 check-in很多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一定會是提前三個小時以上去機場 所以我們預定是11點要出門 所以大家就上午的話 因為行程也走完了 就可以在飯店用用健身房啊 去遊個泳啊等等的 然後11點就去到機場 那一切呢都算是很順利 其實我們這次通關了也都非常的快速 也沒有什麼人 我們是第一個到機場的 然後check-in完就進去了 然後很順利的也回到了台灣 然後就結束這趟泰國的行程了這樣 好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這趟泰國員工旅遊 五天的一些行程內容分享 那最後我有一件事情 想要跟大家稍微的說明一下 就是呢 我相信有很多的聽眾朋友 包含我這次一起去的同事們 大家都對現在泰國已經合法開放的 這個大麻油非常濃厚的興趣 想要了解一下 那我想要在這邊跟大家說 其實他現在呢 在泰國真的是可以說 到處你都可以看得到賣大麻的攤販 不管是在市集啊 還是在夜市啊 甚至在百貨公司裡面 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賣一球一球的 像那個小乾燥植物的 然後或者是捲好的煙的這些大麻的東西 那在那個地方 他是已經合法也是很 常見的東西的 沒錯 所以如果你想要嘗試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呢 因為如果你完全沒有使用大麻 那種感覺就很像是喝醉酒 你不知道自己的酒量的話 我建議各位不要自己一個人傻傻在外面買了 之後再在那邊用 我建議你跟幾個朋友一起去 然後可以的話最好是買了之後把大麻帶回去飯店 附近合法可以抽煙的地方去嘗試看看 因為這樣子如果你覺得有一點不舒服 還是你很暈的話 你可以回去房間就休息 畢竟如果你從來沒有使用過這些東西 就像喝醉酒 你不知道自己喝了之後會怎麼樣 那在這邊簡單的舉個例子 就是可能一根大麻煙 其實它足夠讓三四個人一起用 然後都可以得到那種清飄飄的感覺 那如果你自己一個人不知道那個量 你一個人把一整根大麻煙幹光的話 你到時候會幹出什麼事情 會被怎麼樣子都沒有人知道 是蠻危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 建議還是要找朋友一起 或者是帶回飯店來使用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除了在街上你會看到癱反之外 現在在便利商店或者一些超商裡面 你也會看到一些 號稱含有大麻成分的一些 可能飲料啊 或者是食品啊 餅乾啊 甚至洗頭洗澡的那些東西 那在這邊我要跟大家說 這個東西在台灣 它還是不合法的 所以呢 雖然那些飲料 或者是那些麵包餅乾 怎麼等等 其實根本一點效用都沒有 他說有餐 但餐多少的量 你根本就不知道 可是呢 這些東西 即便他只餐了微小的量 但是回到台灣 它都是不合法的 所以請大家 在泰國嘗試就好 不要帶回台灣來 因為它是違法的 好這件事這兩件事情 這兩點以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當然在 這一趟的行程當中呢 我還是要非常的特別的 感謝這個維尼 還有兩位導遊的協助 因為說實在這趟行程 我覺得自己其實就是 一個遊客啦 那大部分的事情都是 導遊還有維尼在幫忙處理 然後去做一些很細心的事情 所以非常感謝他們 那能夠有他們的幫助 讓我這一次的泰國員工旅遊 劃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但其實也不只是員工旅遊啦 因為我目前的這一份資訊業 工程師寫程式的這個工作呢 也要暫時的告一段落 因為接下來在5月底 6月7月8月一直到9月呢 這個團體的行程都已經排下去了 那我想我應該是沒有辦法 同時的去兼顧這個資訊業 跟旅遊業兩邊的事情 因為我想應該不會有公司 可以允許你的一個工程 10天到晚出去外面帶團 而且一帶就是10幾20天這樣子 所以呢我也就跟我的主管說 我目前這份工作就做到這個月為止 那說是做到這個月為止呢 也是做到18號 因為我明天就即將要帶團去希臘 回來就已經是6月了 所以我就跟主管說 非常感謝他這一年多以來的支持 然後也相信我可以做好這份工作 那但是天下無不散的宴席嘛 那將來我希望不會再有遇到 像這樣子嚴重的疫情 但是都希望大家能夠在 各自的路途上 各自的工作上 各自的事業上都有更好的發展 好那麼最後最後 還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特別的提醒大家 就是呢 我明天即將要出去帶團15天的希臘 那在這個15天當中呢 這個因為我們5月底呢 剛好就是消費障礙旅行團成立兩週 Packets開台兩週年的時間 那雖然可能在那個時間 沒有辦法準時的再上一期節目 不過呢我會挑一天的時間 在IG上面開直播 然後我想要在現場呢 挑一挑一些希臘的一些 我覺得蠻不錯 或是蠻可愛的一些紀念品 讓大家能夠作為 消費障礙旅行團兩週年的一些 抽獎的一些贈品 那希望大家可以的話呢 也幫我多多的關注 消費障礙旅行團的IG啊 粉專啊 還有新成立的這個Youtube頻道 那我也會到時候在上面公佈 大家怎麼樣去抽 這個兩週年的贈品 然後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那我也期許自己呢 接下來不管是在 Podcast啦 IG啦 還是在Youtube頻道上面 都能夠不中斷的繼續 提供給各位聽眾朋友 更多 更有趣 更豐富的內容 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大家可以繼續的支持 那當然如果各位對於節目有任何的意見 或者是指教 或者是有什麼話想要對Brian說的話呢 都歡迎各位可以到 消費障礙旅行團的Facebook 粉絲專頁 或者是IG留言 或者是私訊告訴我 那喜歡今天節目內容呢 也請不要忘了在Apple Podcast 還有Spotify 留下你的五星好評 還有留言 那今天的節目就先到這邊告一段落 消費障礙旅行團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